第三阶段 浦顶扎底华 1841年4月21日 八脉尊勋爵针对英国驻华权权代表 义律与清朝钦差大臣齐善 在同年1月20日拟定的川鼻草约 严厉谴责义律藐视训令 认为川鼻草约所带来的利益太少 4月30日 英国内阁决定将义律撤职 并否认川鼻草约 另派东印度公司陆军少将 蒲鼎查爵士为新任驻华权权代表 蒲鼎查在6月5日离开伦敦 于8月10日抵达澳门 义律则返回英国 与蒲鼎查同行的 还有新任远征军海军司令巴加 8月10日 及蒲鼎扎底华当天 他向梁广总督其供发出两道召会 表明自己的身份 要求与中方权权大使 根据巴麦尊治中国宰相书的内容 展开停战谈判 谈判结束前将持续北上进攻 但一山等人未有按英方要求 如实禀报此情况 于8月23日上奏 谎称英方仅更换领事 隐瞒了蒲鼎查的真正使命 8月21日 蒲鼎查和海军司令巴加和陆军司令郭辅 率领10艘军舰 4艘轮船 21艘运输船搭载英国陆军第18皇家爱尔兰团 第26卡梅拉尼亚步兵团 第49威尔士步兵团 第55威斯特摩兰郡步兵团 第62庞哲普印度步兵团 第66庞哲普印度步兵团 开始第二次北上 明哲之意 早在1841年3月 新任明月总督阎博道抵达福建厦门 他认为未来厦门必有一战 故亲自大规模部署防务 同年6月初 英军离开广州后 道光帝以为战事结束 在7月28日下令沿海各省酌情裁车军兵 8月中旬 阎博道收到道光帝命令裁车防兵的御令 但他坚信步防的必要 于8月25日附奏 以言语拖延时间 始终未有车防 就在当晚 英剑开至厦门海面 8月25日 英剑驶入厦门南水道 26日 英军发出最后通牒 要求让出厦门成一炮台 阎博道不予理睬 下午 英军发起进攻 厦门岛南岸全部失守 阎博道率官员仓皇逃往同安 胜于清军大溃散 27日 英军攻陷厦门城 英军战死一人 伤16人 清军战死300余人 伤者无数 英军将炮台破坏后 流冰鼓浪雨 继续向定海前进 后来道光帝阅读了厦门失线的奏折 才得知原来英军也能入战 早在1841年初 时任清差大臣伊礼部私下和谈收复定海 至同年2月 道光任命吉利主角的御谦为清差大臣 替代伊礼部主持浙江军务 数月以来 御谦在定海积极设防 兵力仅7000人 9月25日 英建与2000陆军陆续抵达正海 但英天气恶劣难以调兵定海 英军决定侦查定海防务 对于9月26日至30日的战事 中英双方的记载差异颇大 总括而言 英军进行了侦查 建立阵地等战前准备 但定海清军是至为进攻 高度紧张 一连5日开炮 为造成很大伤害 突费千药 10月1日 英军正式进攻定海 依旧采用战舰正面轰击 陆军侧意抄袭的战术 并在获极大成功 当日清军三名总兵郑国宏 葛云飞 王熙鹏相继阵亡 清军死者千人 英军伤亡约30人 定海第二次失县 定海陷落后 当地人民仍旧不屈 英军仅能控制县城周围实力 未便于过冬 等候援军 英军于10月10日进攻阵海 英剑以炮火轰击 陆军则登陆并从侧翼抄袭 总兵谢朝恩战死 清守军溃逃 荆棘山 昭宝山相继失县 御谦发现无路可退 投尺自尽 被救起 昏迷的御谦被护送往宁波 县城守军和部分官员 借此逃跑 遇迁途中弃绝 其后 英军包抄攻下威远城 转攻冬月宫 这将提督于步云 自冬月宫退至镇海县城 英军占领县城 下午二时战夕 英军死伤十余人 清军死者数以百计 十二日 于步云眼见无兵可战 无险可守 要求英方和谈不果 弃城而逃 十三日 英军唾手而得宁波 大肆掳掠 奸淫 乡民继续抵抗 扶四十余名英国人 1841年10月18日 正当道光帝满怀希望的 期盼浙江的捷报时 他收到杭州上奏 告知镇海失守 遇迁殉难的消息 并请求调兵增援浙江 道光帝随即任命令 皇室成员一经 雍正抵制四十孙为杨威将军 并从八省调兵 1.2万人组成大军 征讨逆意 又鼓励沿海团链相拥 修筑土宝 兼避青海 后赏捐资助享申明 一日 道光帝下只赦免此前 背叛斩监猴的齐扇 发往浙江军营 让他效力赎罪 但最终 齐扇被改发到张家口军台 充当苦差 台湾之役 1841至1842年 两艘英船先后英封后不佳 而在台湾 使西方称福尔摩沙海面搁浅 台湾清军先后俘虏了 百余名船员并加以杀戮 但中英双方 对这两起事件的记载 有很大不同 各有隐晦扭曲之处 1841年9月27日 英国御书船纳尔布达号 正在运着在舟山群岛 定海参战的英军返回 在台湾基隆 金基隆附近海面御封沉船 台湾地方政府认为 他们是敌军的进攻部队 船上274人中 133人被俘虏 1842年3月 英国双围商船阿纳号 自舟山携带才获起毛南史 目的地为澳门 该船再有57人 包括34名印度人 14名欧洲或美国人 5名华人 及4名马来亚或新加坡人 该船在台湾淡水一带海面遇险 两名船员被杀 其余船员被清军俘虏 两次海难事件中 台湾镇总兵达红蛙 台湾岛倒摇营 军奏报胜仗 不过 据英方文献及生还俘虏所述 运输船纳尔布达号 和双围商船阿纳号 都是因为御封触礁 而漂流至台湾海域 据战后 钦差大臣 敏着总督一粮调查 此皆为台湾地方官员 谎报战功 双方十位交战 英船亦非战斗人员 1842年5月14日 道光帝英浙江战败 下令对商船阿纳号上的 音符取贡之后 除逆一头目 暂行禁锢后制办理外 其余各逆一与上年 所获130余名 军属激行政法 以输激愤而快人心 1842年8月 两船供187名俘虏中 除了早前在押送过程中 或狱中死亡者 大部分在台南被斩首 只有11人幸存 道光帝最初将此事件 视为振奋人心的一大胜利 对于相关的台湾功臣 从有异序 但随着战局的演变 和谈判的进行 清廷在英方施压下 严惩有关官员 这冬之战 1841年10月底 杨威将军一京离京南下 据一京的牧客被轻巧称 一京离京之初 或战或府 犹疑两可 11月下旬 一京抵达江苏 但在苏州一带 逗留足足两个月 期间一京与部下遗址气势 生活奢靡 后来引起飞议 遂于1842年1月 禁止浙江加薪 1842年2月中旬 穿闪禁旅抵达浙江 一京在无理由观望不前 于2月27日 赶至浙江绍兴曹俄江前线 自其南下以来 已有四个多月 英军于1841年10月 占据定海 镇海 宁波后 蒲鼎查曾数次 向清方表示愿意谈判 但未有回应 另一方面 英方军力分距沿海各城 难以集结大军进攻 加上气候严寒 不利于英军作战 故英军占据宁波后 除了数次短暂的扰边 进入长达数月的间歇期 蒲鼎扎亦于1842年1月返回香港 将驻华商务总督的办事机构 由澳门牵制香港 并宣布香港与周山成为自由港 1842年3月6日 一京上奏 自信地大弹起反攻浙江宁波 定海 镇海三城的作战计划 到光地深受打动 然而 根据一京与参赞大臣文位的步兵方式 合计浙江援助军 外省援军 可用的清兵不到3000名 其余都是素质参赐的雇佣壮用 此外 一京以迷信指导战士 如吉利数码 神千灵验 托梦严世等 3月10日 一京率大军 定于虎年虎月虎日虎时 以生效疏虎的宁夏镇总兵段永福 为指挥官 以五虎灭羊 羊之计 分宁 定 镇三路反攻英军 这是清军在鸦片战争中 唯一发动的反攻 然而这一历经四个多月准备的反攻 不到四小时便全部瓦解 宁波方向 3月10日凌晨3时 清军向英国轮船 释放四艘火船 被英方小艇导致岸边 与此同时 清军一面以小型火器 向宁波城外的英剑开火 但未奏效 一面进攻宁波城的南门和西门 负责进攻宁波城的四川兵 部分为家戎藏族 相当勇猛 在里应外合下 一度攻入城内 英军连忙调集火炮进行轰击 而城内接到狭窄 令清军无处退散和躲藏 惨遭屠杀 首批攻入城内的一百余名藏兵 全部战死111 天亮后 清军见大势已去 便仓足退至城外 镇海方向 同在10日凌晨3时 清军在该处释放十只火船 企图焚烧港内英剑 但被英军小船拖至河岸 同时 清军释放小型火器 近扑镇海西门 驻守该处的英军 主动开门出城迎战 清军由于担任主攻的 朱贵部 因黑夜迷途而未到达 结果相战不知而败退 天亮后 英船沿宁波西南 西北的河流 缩索前进 共击毁37只火船 清军在进攻宁波 镇海两城时 均未有使用火炮 交战时火力悬殊 未能对英军造成伤害 据英方记载 宁波之战时 英军仅战死一人 受伤数人 而在镇海之战 则无人伤亡 定海方向 早在3月8日 驻守戴山一带 准备进攻定海的水泳 已被英船驱散 未能发动进攻 尽管郑鼎城 后来在4月14日 率领水泳在定海 有着毫无战果的一搏 还被已经粉饰为 一场大胜仗 此时正在周山的英国海军 陆军司令 闻讯赶至宁波 英军由防御转为进攻 3月13日 英国陆军司令郭府听闻 驻于瑶的清军 于不云部将进攻宁波 便向凤化进军 不久却发现 于不云已于前夜溃逃 15日 英国海军司令八家 与陆军司令郭府 听闻慈禧是清军的前进基地 便率领海 陆军士兵1200余人 于上午八时 向慈禧进军 于当日中午 抵达并占领县城 又向城外大宝山的 清军营地进攻 双方发生交战 清军副将诸贵以下 死伤近千人 英军死伤二十余人 此时 在慈禧西北约二十里的 长溪岭驻守的 参赞大臣文卫的 西慈禧和大宝山的战士 未有率兵增援 反而率兵逃跑 3月16日 英军占领长溪岭 焚毁文卫的空营 一日返回宁波 而远在绍兴曹俄江以西 东关镇驻守的一经 听闻前方军报后大惊 于16日率军连夜西逃 渡过乾塘江 一直退至杭州 一经驻杭州 清朝大军驻绍兴 英军驻宁波 形成相识局面 当时有谚语 杭州昌记最堪夸 明年养出小钦差 绍兴昌家亦有名 明年养出小兵丁 唯有宁波昌家哭不止 明年养出小鬼子 综上 清军三路反攻全部失败 英军趁势反攻 清军大败 退往绍兴 杭州 经历浙东三城 在1841年10月 与1842年3月 两次惨败后 原本积极筹备军务 极力主角的浙江巡抚 刘韵科 受到极大冲击 逐渐转为主府 他终于认清了 中英武力悬殊的事实 遂冒着触犯圣怒的风险 于1842年3月21日 上了一道有名的 石可律奏折 道出了当时清朝主战的 十大弊端 是当时少有的 能着眼于现实的意见 3月28日 已得知浙东尸首的道光帝 收到刘韵科的奏折 诸批 所奏不为吴剑 令有止 亲此 晚间 广州将军齐英 进京请训 或道光接见 两人密谈 道光当晚发出上誉 命令齐英副者 熟理杭州将军 并将伊礼部 改发浙江军营效力 又命令杨威将军一经 和浙江巡抚刘韵科 设法机密 4月3日 获释的伊礼部底经 得到上誉赏他七品贤 命他跟随齐英副者差遣 4月7日 道光帝再任命齐英 为钦差大臣 此后又与他多次密谈 命令他先缴后辅 1842年4月15日 钦差大臣齐英 七品贤一礼部离京南下 并于5月9日到达杭州 按道光帝先缴后辅的计划 应先由易经主持辅 战胜后由齐英主持辅 然而齐英到这后 易经接连向道光帝 作报一连串捷报 使道光帝振奋 但齐英上奏时悲观失望 令道光帝不悦 加上齐英未有遵旨 先缴后辅 而是每当英军稍有动作 便立即击迷 令道光帝甚为不满 结果 道光帝在5月25日 下旨停止了 齐英和易礼部的使命 浙江的大权仍归一经 但就在道光帝 幡然改计之时 英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 新一轮攻势 杨子江及长江战役 长江战役 经过浙江战役后 英军获得了一些增援 但由于华北气候严寒 故英军不在北上大孤口 改向气候温暖而复述的 长江下游进兵 不仅有利长期作战 又可截断南北交通 清廷也顾虑到这一点 故而阻断曹韵 1842年5月7日 英军撤离宁波 于13日集结在黄牛郊海域 并于17日抵达乍浦海面 这支部队共有战舰7艘 轮船4艘 陆军2000余人 是英军在浙江地区的 大部分兵力 清军方面 乍浦一直是清军的海防重点 是浙江驻兵最多的地区 共几约7000人 5月18日 英军对乍浦发动进攻 依然采用海军正面炮击 陆军侧意包抄的老战法 清军5倍和防御落后 加上未料到英军从高的进攻 作战时只会十分混乱 尽管如此 英军在此战付出了较大的代价 共9人死亡 55人受伤 包括在天尊庙战斗中 被清军击毙的英国陆军中校汤林森 虽然大部分清军在战斗中逃跑 但驻防乍浦的八级官兵拼死作战 令英军震惊 此意 清军死伤1500余人 平民死难1500余人 副都统长喜身负重伤 撤退至加薪 不久不治而亡 英军占领乍浦后 在乍浦逗留休整10天 期间几乎将该城焚裂一空 其英在乍浦备战后立即向清廷奏报乍浦失线经过 历臣舍机迷之外无他策 主张求和 不久清廷又重新启用主张议和的伊犁部 并送还乍浦之战中 俘获的黑白洋兵16名 以示和谈诚意 5月28日 集英军攻占乍浦的第10天 英军全体撤离 继续北上 其下一个目标是江苏省宝山县的吴松 金属上海市 吴松是长江防御的第一道屏障 其防御攻势和武器装备在过去两年中大为加强 但新任两江总督牛舰豪卫决查当地的防务 并不能抵挡英军 自信地制定了作战计划 1842年6月初 英国军舰抵吴松口外 清守军约1万人 6月16日晨 战斗开始 两小时后 两江总督牛舰仓皇逃走 所都诸军接尾而溃走 英军遂城市大禁 占领吴松炮台 将南提都陈化成阵亡 午后 英军不费一旦占领宝山县城 此战 英军两人死亡 25人受伤 清军陈化成以下88人死亡 吴松和宝山失陷后 上海官兵弃城而逃 英军攻陷吴松 宝山的当晚 英国援军抵达吴松口外 英军的海陆总兵力达到2万名 规模空前 6月19日 英军沿黄浦江水路并进 占领了已被亲方放弃的上海 6月27日 英军退出上海 刘军舰封锁吴松口 主力军队于7月5日 驶入长江 直逼镇江 1842年7月15日 英国军舰抵达镇江江面 至20日英全军抵达 同时清军也在行动 参赞大臣其慎 两江总督牛舰 从各省率兵驰援镇江 镇江城内外驻军约7000人 当英军于7月15日出到镇江江面时 时任京口副都统海灵 下令紧闭城门 造成市集停运 百姓无处买食 海灵纵兵枪杀街巷的行人 以汉奸罪名在城内大肆捕杀百姓 如是者六天 民怨沸腾 尽管海灵是在后来的 镇江之战中投火自杀 但由于她的暴力举止 民间盛传她被奋民暗杀 1842年7月21日 英军出动陆军6905人 与数百名海军 向镇江发起进攻 英军登岸后 直播城下冒着清军的炮火 爬梯登城 遭守城的八旗兵顽抗 英军用炸药轰开城门 从城北 城西 城南 三方向突入城内 守城的八旗兵并未溃逃 而是坚持巷战 许多骑兵战前杀死自己的妻儿 然后才参加战斗 此役 英军遭受了开战以来最大的损失 共39人战死 130人受伤 三人失踪 而据齐英在战后调查 清军共有570多人战死 其中镇江 清州八旗的伤亡达30% 远超外省绿营援军的1.6% 事后英军毁成员 坟崖鼠 纵黑鬼兼营妇女 到路死伤枕机 英国参战军人回忆 只要是真实的回忆 就可觉得这颗星 很难说是有人到的了 但即使是心肠最硬 资格最老 以杀人越货为生的人 看到这种悲惨景象 也不能无动于衷的 镇江对岸的扬州身伤 惶恐万壮 接受了英军50万元的勒索 作为不占领的交换条件 英军在镇江的军事行动 切断清朝经济命脉 金航大运河的曹运 7月16日 道光帝就密遇齐英 只要英国西战退兵 便同意各让香港 并增开通商口岸 镇江失守后 道光帝决心专一一辅 并授权齐英 一礼部便宜行事 勿须妥诉办理 不可稍涉犹疑 并令一经所率援军 暂缓游者复苏 以免该逆疑虑 然而 蒲鼎查对清朝方面的基迷 毫不理睬 命令英军继续向江陵推进 8月3日 英国远征军留下一部分兵力守卫镇江 主力舰队开始向江宁开进 9日抵达江宁江面 11日 英国陆军登陆 于紫金山之上 安设大炮 军舰摆开了工程的架势 同日 齐英自无锡赶到江宁 在英国军队的炮口威慑下 开始与英方议和 签订合约南京条约 1842年8月 清军节节败退 英军抵达南京 两江总督牛建启和 蒲鼎查达以躺钦差大臣齐英 一礼部 如能所请 可不攻城 齐英到后 蒲鼎查县8月14日定义 否则开炮攻城 8月22日 道光皇帝全部允准 齐英 一礼部 牛建曾应蒲鼎扎之邀 登英国建制拜访 蒲鼎扎意上案达拜 清政府在南京的近海寺 与英国政府一约四次 全部接受英国提出的议和条款 双方于1842年8月29日 青岛光22年7月24日 在英军旗舰汉华号上 正式签订中英江宁条约 为中国近代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通称南京条约 中国名之为万年合约 其实英国维京党政府下台 新上任的保守党外交大臣 阿巴殿勋爵于1841年 给蒲鼎扎爵士发出新训令 撤回各地要求 然而 蒲鼎查于冬天停战时反抵香港 对香港发展甚为满意 在订立南京条约时 违背英廷训令 不仅订立通商条约 还要求割让香港保 并最终在条约中加入了割地的条款 清政府并需按条约开放广州 福州 厦门 宁波 上海五口通商 该通商条约 其后并入1843年10月 地定之虎门上后条约内 容许华人自由到香港经商 赔偿烟价 商欠 兵费共2100万元 并费除京工航贸易制制度 双方议定进出口税响 两国官员用召会往来 中方付600万元后 英兵退出长江 舟山岛 古浪雨需其赔款全数付气 港口开辟后方撤 条约签订后 英军舰船陆续撤往定海一带 历史长达两年三个月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结束 第四次鸦片战争正式结束